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双胞胎 那么大家是否听说过连体婴儿呢 连体婴儿也被称为连体双胞胎 是指人类同时孕育出两个婴儿 但这两个婴儿并没有完全独立的情况 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畸形 据了解 大多数连体双胞胎在胚胎时期就死亡了 能够活着分娩下来的几率为二十万分之一 虽然说连体婴儿的存活力很低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连体婴儿不存在 1990年 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艾比和布列塔尼 就是一对连体双胞胎 从外表看 它们像是两个脑袋共用着一个身体 但其实 它们各有一个心脏 一个胃 两片肺 共享质结肠 职肠以及生殖系统 我们普通人都会好奇 这样的连体双胞胎 要怎么生活呢 在成长过程中 孩子们认为很多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 比如步行 跑步 攀爬 跳跃或做运动 所有的孩子都这样做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然而 对于连体孩子来说 这些任务都代表着 它们必须付出超或寻常的毅力 步行对它们来说协调并不容易 因为它们的肌肉发育不同 也就是说 爱比的步行不太平坦 而布列塔尼倾向于用脚趾走路 使它们看起来步行 对它们来说这一切看起来多么困难 布列塔尼和爱比都坚持要过正常的 生活并体验普通孩子所做的所有事情 于是它们学会了骑子行车 跑步和游泳 为了做到这一点 它们需要完美地同步所有动作 并学习如何同时移动 然而所有的努力都得到了回报 它们甚至学会了开车 它们共用一组腿和一组手臂 因此必须一直一起工作才能完成 其他人认为理所当然的最简单的任务 当它们16岁时 想学习如何开车 就像它们开始做的其他所有事情一样 两人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驾驶考试 当被问及驾驶技术时 它们一口同声地说 我认为我们是好车手 当它们开车时 艾比通常控制油门和刹车 布列塔尼负责闪光灯 因为必须操纵方向盘 所以两人都参加了驾驶考试 并且有两张单独的驾驶执照 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饭材 取决于别人的胃口和口味会怎样 难以想象 对吧 但是 这就是布列塔尼和艾比每天的生活 它们都需要坐下来吃饭 并就想吃的东西达成一致 双胞胎中的一个负责叉子 另一个拿着刀 轮流吃饭 除了在日常工作中付出的 心情工作和努力之外 布列塔尼和艾比在音乐方面 一直非常有才华 它们掌握了惊人的钢琴技巧 这只是这两位非凡的女士 拥有的中毒才能之一 当它们弹钢琴时 艾比弹右手不分 而布列塔尼负责左手不分 并且两人还必须要有惊人的协调性 2008年高中毕业后 这对双胞胎女孩并没有放弃继续教育 她们一直是优秀的学生 所以都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 布列塔尼和艾比于2008年 九度于贝斯纳尔大学 选择了教育专业 尽管大学课程安排很紧张 课程要求很高 但两人对自己的成功 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心 最初 布列塔尼和艾比考虑 选择不同的大学专业 但这会给她们已经复杂的生活 带来更大的压力 因为两人显然无法分开 因为两个女孩一直都想当老师 最终选择了教育专业 在努力工作并突破极限后 女孩们于2012年从大学毕业 获得了两个独立的教育文凭 虽然看起来她们很轻松 但学习对两位女孩来说 是相当大的压力 她们有自己的个人爱好 优势和练失 因此学习过程完全是为了妥协 布列塔尼更擅长写作 而艾比对数学感兴趣 更互相帮助 克服了困难 取得了成功 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 布列塔尼和艾比被迫一起阅读 学习和写作 开发了自己完美的小系统 并且对她们来说效果很好 例如 当写文章或电子邮件时 她们会打字而不互相说一个字 这对连体双胞胎只有一个身体 但是她们的喜好 品味和个性完全不同 两人的父母非常努力地灌输个性 也教诲她们与众部同时刻意的 据说艾比的声音更响亮 声音更大 更专横 她是房子的统治者 另一方面 布列塔尼除了有一种奇怪的幽默感之外 还有点害羞 悠闲和冷静 尽管性格完全不同 布列塔尼和艾比说她们从不争吵 这对双胞胎已经学会了如何共存和妥协 让所有的日常任务变得更容易 一直在一起对着两个女孩来说是真正的福气 她们永远不想分开 除非其中一个趣事 就像她们有不同的个性和食物喜好一样 她们喜欢穿不同的衣服 布列塔尼和艾比有着完全相反的时尚风格 她们在成长过程中处理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们学会了如何强调自己的时尚感 穿着不同的衣服 鞋子 珠宝和配饰来表达自己的个性 也就是说 这对双胞胎女孩穿着特别定制的领口和袖子不同的上衣 以及两条腿分开的裤子 此外 她们有时会在各自的脚上穿不同的鞋子 尽管一开始很艰难 但她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接受差异并尊重差异 毕竟 她们是一体的两个人 应该能够保留各自的个性 艾比一直是个病弱的人 经常磨床不起 这意味着即使布列塔尼非常健康 也必须和她在一起躺床 正是在那个时候 布列塔尼产生了分离的想法 艾比听了这话 非常痛心 泪流满面 布列塔尼看到这个想法对她姐姐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就再也没有提起过 并承诺她们会永远在一起 如今连体双胞胎的分离仍然是极其罕见的手术 成功率很低 也就是说 只有一半的连体双胞胎幸免于难 那是因为她们共享器官 而且大多数不能独立生存 这对姐妹连体双胞胎的案例中 女孩们共享一些主要器官 这使得手术风险极大 尽管艾比和布列塔尼火了下来 医疗状况也很好 但仍然存在一些重大的健康问题 也就是说 当其中一个生病时 另一个很可能也会生病 当艾比喝下含咖啡因的咖啡时 布列塔尼原本叫虚弱的心脏便会开始加速跳动 另一方面 当艾比得了肺炎无法服药时 如果让布列塔尼代其服用 也是没用的 因为连体双胞胎的器官系统相当复杂 有时连他们自己都无法理解它的运作方式 根据他们共享的器官 连体双胞胎会产生不同形式的依赖 因为共享一条血流 这意味着当他们中的一个人接种疫苗时 两人都会被免疫 所以当一个人感冒时 另一个人也会生病 但是 如果他们中一个人的独立器官出现问题 另一个双胞胎将保持完全健康 对于双胞胎女孩来说 走向公众永远是一次性的冒险 除了必须应对人们怪异的眼神 或者听到有人评论他们的外表之外 还有许多令人困惑的规则 他们必须理解和遵守 例如 虽然他们被认为是两个不同的人 但如果他们想要旅行 应该只买一张机票 毕竟两人只需要占一个单独的座位 在大学毕业并获得教育学位后 艾比和布列塔尼准备迎接全新的挑战 他们举定与两个大学朋友 一起穿越大洋并访问欧洲 在旅行的过程中 杰梅拉在伦敦参观了白金寒宫 大本中 并乘坐了伦敦眼 当从欧洲回来时 他们准备犯开心的一夜 开始过于以前完全不同的生活 也就是说 像所有20岁的人一样 布列塔尼和艾比想出了搬出父母家 并尝试变得更加独立的想法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更不用说连体双胞胎了 搬出去意味着没有父母全天后的照顾和支持 并且两人如今还是公立学校的五年级教师 但是在开始工作之前 他们一直担心孩子们对连体双胞胎的反应 为了防止出现任何不确定的情况 布列塔尼和艾比组织了一个论坛 在那里他们回答了所有学生 关于他们状况的问题 幸运的是 这个论坛帮助了他们 从那时起 他们再也没有和学生们发生过任何问题或不便 这对双胞胎女孩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满意 学校官员和孩子们的父母对他们的教学技巧和方法都非常满意 但这就是问题所在 虽然他们作为两个独立的人工作 拥有两个独立的文凭 但他们只拿到一份薪水 然而 女孩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些 他们继续享受着现在的职业 这对双胞胎确实取得了很多成就 他们每天都在继续克服困难 然而 还是会面临许多医疗问题 他们的未来仍然不确定 一般来说 联体双胞胎的预期寿命较短 但布列塔尼和艾比的身体仍然相对健康 虽然他们已经因为脊椎并发症做了几次手术 医生仍然担心可能会出现心脏问题 但双胞胎并没有放弃生命的打算 所以现在最好的打算 就是展望未来 布列塔尼和艾比都想在未来的某个时候结婚并组建家庭 他们确信会找到两个会像他们爱彼此一样爱他们的男人 虽然这个想法可能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但看到他们迄今为止取得的成就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们 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人生也从来不是一帆风顺 每一次的成长必然都会伴随着痛苦 可是不管生活是顺境还是泥流 我们要做的就是像布列塔尼和艾比一样 坚定地勇敢向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